天音堆滿了衣物 能用的 不能用的物品 全都放得雜亂無章 這是慈濟 新山之會 印度裔照顧戶 拉賈蘇普利和妹妹同住的家 兩姐妹都因為生病 無法顧及家裡的整潔 慈濟志工不捨 特地前來幫忙 第一次打掃是在四月進行 當時還沒有完全清理完畢 職工原本打算隔一個月再度前往 損職 無償限制 照顧戶拉賈蘇普利 在5月22日不立望生 雖然姐姐走了 但職工的關懷沒有中斷 會一直陪伴妹妹薩洛嘉 走出憂鬱症 告慰在天上的姐姐 希望拉賈蘇普利在下一次 她也會記得吃雞 也換一個好的身體來付出 祝福她 大約新聞之善美治沟 周雪梅 馬來西亞報導